另外金龙湖一直以来都有淤积的问题 湖面越来越小也让地方很担心 在今天下午市府水利局就办理会刊 包括市议员里长都来参加 因为清出来的泥沙也不能外运 会刊要求做成太空包巩固边波 一举两得 西指金龙湖是新北第一大湖 也是重要的风景区 好天气吸引不少人来散步休闲 也成了观光景点 不过长期以来因为上游泥沙 不断的冲刷下来 严重淤积也让地方很苦恼 每一年的下雨风灾的时候 那经过北风溪的冲刷 那尤其靠近上游的这一部分呢 一直淤泥非常的严重 泥土厚度一年比一年高 最重要一个原则 我们不能再让金龙湖越来越小 金龙湖不能再变小 这是地方的新生 3号下午市府水利局办理会刊 主要是因为上头不断有泥沙 从井湖里造成淤积问题 只是清出来的泥沙不能运出去 如何解套 大家讨论之后 建议做成土包放在岸边 也能巩固边坡 预计的一些泥沙 都是从其他的边坡冲刷下来的 那我就建议说 因为如果说要把土石外运的话 那可能功德金位会很大 那可行性也会有一些问题 那是不是就直接就地的 这个沉下去的泥沙 我们就用类似太空包的东西 我们把它做在户岸的地方 找专家学者过来 把我们金融湖周遭的一些水土的保持 还有它的源头的管理 我们需要怎么样让金融湖永续保存下来 希望说可以让它的环境优美 也让它的预期的问题解决 所以我这一次有提出一个建议 希望说水利局 他们找专家学者来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评估 那这些土包也没办法运出去 就做两岸河床的复合土包 剩下出来那块空地能来做公园也不错 是来关系金融湖里面的淤积 如果金融湖政府有经费的话 我们在源头的地方可以做一个沉沙池 然后把那个沙阻拦 也有议员建议请专家来做一次总体检 包括水土保持从源头保护 避免过多的泥沙流入金融湖 让美丽湖泊能够永续下去 加成慧玲细子采访报道